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我是许桂雅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看的是 高雄市长补选三方人马 是如何过招的 陈其迈除了说 他最近行程很多 所以早上要吃两份早餐之外 因为是早上的出门 包括他还去上节目 要谈的是高雄的城市愿景 他的感触当然是蛮深的 所以讲着讲着 他有一点点哽咽 他表示说 自己也许现在只有这样一次机会 所以他尽力的是要往前跑 直到他倒下为止 他都要让高雄更好 其实台湾的危机也是高雄的危机 怎么这样讲呢 我们讲的是港版国安法 他的实施细则里面 就授权说港府 你可以要求台湾的政治性组织 提供相关的资料 不然的话可以罚钱或者是监禁 陈其迈对这一个部分 他是说 我收到这样的公文的话 我就用碎子机把它碎掉 但是他的对手李梅珍 他的回应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这里是中华民国 应该不会收到这样的公文吧 那到底李梅珍 你敢不敢拒绝中共无理的要求呢 他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好 反倒李梅珍 他跟港版国安法那一套前置思想 看起来还有一些雷同之处 好 大港开唱要复唱了 他不是说他也赞成吗 但是后面有弹书 他说会针对内容来审查 让陈欣派听了也是害逃 那我们看到是高雄市长补选这一仗 是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成 先投降了 好 昨天是国民党的行动中常会在南投 就爆出说 他在这个之前 有一个场子是已故的高雄议长许坤源林前 他当时是这样讲 他说他会全力的保住议长的位置 议长如果没有选上的话 我就没有脸当党主席 那市长补选呢 如果没上呢 江启成你拿什么来保证 你敢保证吗 好 江启成就算这一局保住党魁 他还要小心什么 小心的是韩粉 好 我们看到的是挺韩大将 这一位是陈清茂 他没带不及 为什么这时候要提这样件事情 他说明年的党主席选举 刚入党的这些韩粉 差不多时间到 他们都符合投票的资格 那保守估计有多少人 他说有15万 16万这么多人 明年谁要选党主席 说关键还是在韩国瑜的身上 国民党现在还要被韩粉给绑架吗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香港现在到底什么是可以做的 我们看到这一个照片 这是光复香港旗帜 我们早就知道说他已经被禁了 愿荣光归香港 这首歌也被禁唱了 这个是香港的学生 他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 在校园外面就拉起这样子一个人链 要声援反送中的各个抗争 不好意思 像是这样的动作 也是不行 香港的教育局长他就说 反送中大力传唱的这一首歌 愿荣光归香港 很明显这个叫做政治宣传 所以学校不可以让学生在校园里面 你演奏啊演唱啊播放 终终终是不行 中国现在还有通过另外一个法 这个叫做数据安全法的草案 要求说在中国营运的外国公司 你要交出中国境外的营运数据 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 会罚钱也可以关掉你的公司 中共是不是要逼所有的 这个外国企业集体的大逃亡 以及呢我们看到是中国最近 麻烦很大就是 他们有很严重的这个洪灾的问题 可以离谱到怎么样 我们要看这个画面 这是中国第一高楼支撑的 上海中心大厦 这个大厦比101还要高 它高121楼 但是呢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的已经不是小雨了 也是下大雨 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是 有很狼狈的学生 他是要去考试 要去考场之前呢 他怎么样 他穿着泳裤 拎着干净的衣服 好不容易终于抵达了考场 好开谈论之前来介绍金来评 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小慧 各位好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前立委罗淑磊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各位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高雄市长补选这一仗呢 陈其迈他非常关心高雄 而且他延续说 他之前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 协助的前瞻计划 所以今天的行程 特别安排来到的是前证区 跟体感厂商来进行相关的互动 好特别问他一个问题 讲到就是港版国安法 他说如果要求 台湾政治性组织要提供资料 他当市长的话 这个送到了市政府 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用碎子机 把这个公文给碎掉 我们一起来看 陈其迈与前瞻计划提敢 厂窗互动 拼观光提升产业 轻松自在 但提到港版国安法上路 表情严肃痛刺 这个法案是太扯了 高雄市政府算在里面 他这个公文寄来 马上丢到碎子机里面也碎掉 港版国安法七日生效 尽授权香港警务处长 必要时可要求台湾政治性组织 提供相关资料 否则可罚款甚至监禁 陈其迈一句话形容国安恶法 把港版国安法变成这个宇宙最弃令 都管到台湾来 这个是令人匪夷所思 承诺如果当选高雄市长 绝不理会港版国安法 形容可能只剩这次机会 要守护高雄 跑行程延续副院长时期 持续关心的前瞻计划体感科技 陈其迈忍不住政策控上升 对于产业发展聊开了 轻松互动中 陈其迈保有专业 也显示盘点产业整合的了解与计划 扩大经济发展的决心 三里新闻 田区达来不想高雄报道 每天大概晚上十点 我的LINE就会叮咚 因为陈其迈他的官方 他就会跳出来 然后说迈迈去哪里 我就会关注一下 今天有人家走吗 真的认真地看一下 然后因为他会推荐一些美食 所以我会点进去看看说 今天早餐要吃哪一家 如果没有吃早餐 后续他不想让人家跟 也许是这样子 其实我关注的时候 我发现说很有诚意 他的行程蛮多的 但是我们看到是 他上节目专访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子有感而发 我请教煌哥 我们来看的是 他讲着讲着居然还哽咽 那题目是什么 重点是在讲说 高雄的美好愿景 他说他参选 有为了产业 为了青年就业 为了解决高雄的一些重大建设 这是他的目标 所以他知道说 这次机会 这是一个蛮接近的一次机会 那他会非常非常拼命地往前跑 跑到他倒下为止 这时候他情绪就有点来了 他目标就是要让高雄更好 其实大家都会讲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感触为什么会这么深 之前跌倒一次 其实陈其迈有人讲说 现在应该不是2.0 叫做2.5 因为他在跌倒之后 是2.0的陈其迈 他希望说可以再站起来 然后经过行政院历练之后 又加了0.5分 现在是2.5 来 汪哥 其实以陈其迈起心动念 想选高雄市长 应该是2005年 他去当代理市长的时候 那一次其实他本来 他代理本来就是接着要 准备要选市长 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个 高节太劳的抗议暴动的事件 所以他跟当时的劳委会主委 陈菊两个人都请职负责 那一直到现在 其实已经经过15年了 那他始终没有放弃 对高雄的一些理想 我觉得他昨天讲那个话 到底我觉得是有感而发 而且就政治现实上来讲 大家想一想 如果陈其迈今年8月15号 补选没有当选市长的话 这的确有可能是他此生 最后一次选高雄市长的机会了 因为他如果没当选 下一次不太可能再出来选了 在就政治现实上 他是不可能不太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基于这样的心情 然后再加上对于十几年来 对于选高雄市长 这个一直放在心头的想法 会有一些感触 那最近他的行程的确也跑得还蛮多的 甚至他昨天又多了一个外号 叫麦当劳叔叔 我们那个那家素食店没有置入 因为他的麦刚好跟那个麦同音 然后你没真不是叫他叔叔吗 所以就有他的支持者就很枯瘦的帮他讲说 那我叫你麦当劳叔叔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 劳嘛 很劳动 一直在跑行程 那对齐麦来讲 我觉得他 其实他昨天对于香港国安法这个回答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有利 就很简单 我就把它放在碎子机碎掉 就这么简单 那反观你李梅真为什么不敢回答 你只敢说应该不会收到 那可是问题是 大家想知道 高雄市民想知道的是 你收到之后会怎么样 他不是问你会不会收到 而是说你收到之后你的态度是什么 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大概就可以比较出来 这两位市长候选人 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反应跟他的态度 那其实因为我认识齐麦 已经大概二十几年 快三十年了 从他第一次当选立委 当时我记得那一年 他是二十七岁还是二十八岁 因为我本来 你说高杰太老师 我不好意思说 那时候我也在科养 对啊 你应该没有印象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齐麦给人家的感觉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都是政策控啊 然后讲话都冷冷冰冰 其实私下的他讲话 其实是有温度的 那我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 他昨天那个有点哽咽 我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事实上在以前我跟他 在他很失忆的时候 我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也有感情流露的时候 那我就先卖个关子 先不讲 看齐麦表现怎么样 不然说上就要 就是说其实我自己有这种经历 就是他也有讲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他也有感情流露的时刻 只是说他过去可能在镜头面前 都有感觉就为了 有点轻 有点轻炼炼炼 那可能就让人家觉得冰了 那这一次的市场选举 其实我看到他的改变 这个改变 我认为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政治人物 其实选民对你要求其实很简单 除了传统的清廉执行力以外 其实现在选民要求政治人物是 要像个人 你不是说那种 威权时代高高在上的 碰都不能碰 讨论都不能讨论 或是说被造成被捧出来的 好像这个人是没缺点的 现在选民对政治人物要求 其实你要像个人 你越像个人 越跟一般人一样 其实选民对你的支持度 对你的喜好度会越高 那就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陈其迈这一次的改变 的确你称他2.5版或是3.0版 我觉得OK的 好 因为该笑的时候笑 他昨天的这个直播 跟尼长佐一起 其实你可以看到互动非常的自然 摸肚子 那讲到这个港版国安法的部分 陈其迈的态度是很硬 我请教巧慧 陈其迈态度说 我当选 这个就变成一个标题吗 我就用碎纸机把它碎掉 你们都没有 我的态度就是这么样的硬 但是大家就会去问说 国民党你台度是什么 国民党李梅珍你会做出什么态度 其实记者有追问 可是追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因为他是这样讲 我们这里就是中华民国 应该不会收到这种公文吧 你去揣车应该不会 我也觉得应该不会 中国不会做这些事情 他应该不会推港版国安法 可是他就是推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如果未来他当选的话 高雄市政府不会像陈其迈跟前朝一样有碎纸机 这个也有点莫名其妙 他说会公开透明 然后媒体又追问说 因为没有真的没有窃题 那真的收到公文怎么办呢 他就说我们这里是中华民国 所以他后面推说 要修法才是一个关键的部分 怎么会没有态度 这就是一个问题点 那一下子到国安法这边来 是转得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还沉浸在陈其迈的哽咽当中 因为我其实也很有感觉 尤其是刚刚你又播了那个 跟Freddy在互动的状况 我觉得我是没有跟其迈 有什么二三十年的交情 我们比你年轻 你比他年轻 我比你年轻 但是我们很高兴自己也有机会 跟其迈是有机会 在上一届的立法院当中 同样是立法委员 同事的身份可以有这样的互动 所以我们认识的其迈 确实就是像他跟Freddy一样 真的就是兄弟哥们 然后他对我们 真的是哥哥对弟弟妹妹的感觉 真的言无不尽之无不言 所以很愿意教我们 那我们也可以很亲切 所以我们就眼看着这个 这个哥哥很帅 然后要去选高雄市长 意气风发 那本来都觉得一定会当选 没想到选到后来的时候 来了一个超级大寒流变天 然后他整个人就越显越黑越瘦 整个都热烧烘去 这样那就是大家知道的 2018这个状况 坦白讲 其迈自己也很自责 非常的自责 在那个时候 可能太轻敌也好 可能没有表现好也好 也可能大环境 种种也好 他没有把高雄守下来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他有多么的自责 但是在这一年多 其实在这个行政院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 其迈负责的 都是国家大的政策 所以包括现在在说的 这个国安法的部分 其实因为是行政院 他也有这个高度 可以看到 这个跟国际局势的部分 跟中国跟港 香港的港澳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他可以跟里面 这完全不一样的历练 所以今天展现出来 一个坚定的态度 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差距了 那再来 你看看今天 他的行程 刚刚电视 我们这个转播当中 也一直有播到 他在看这个VR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知道 其实在这一次 这个他当副院长 一年半多的时间 其实整个行政院 所谓的这个新创类的 科技类的 绝大部分 我们苏院长 其实是交由 陈其迈副院长领军在做的 所以等于是最新的东西 最未来感的东西 都是陈其迈在负责 而且让台湾的这些 新创产业可以往前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今天要特别 秀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 其迈这次真的是准备好了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 提出来的证件当中 不管是传统产业的升级 或者是各个 高雄各个地方的园区 能够打造成新的 这样的产业状况 其实都是传统 和创新的在结合 那甚至呢 跟邻近的台南的关系 甚至是跟国防产业 这个高雄独一无二 全台湾的这个国防产业 最发达的就是在高雄这个部分 那甚至是文化的部分 从魏武营凤山这边 其实每个面向 他真的都有完成 这跟李梅珍 这个光是一个国安法 他就没有办法有坚定的态度 然后没有办法有愿景和细节 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我就用大港开唱这个例子来说好了 看到我们的李参选人 李议员 他是从对大港开唱 这样的一个议题 从反对嘲笑 觉得人家是粗俗的 然后民意开始偏了 他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也支持 可是马上到最后 可能是韩粉的攻击 或者是传统他们的 他们支持者 又有不同的意见 他又转回来说 我要内容审查起 这代表什么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他本身没有坚定的价值态度 所以他会偏来偏去 看风往哪边吹 他就往哪边倒 这是第一个 所以包括国安法 他也是同样的态度 第二个 李梅珍在笑人家说 你不够年轻 年纪比较大 数数 可是年轻与否 其实从来都不是看 生日蛋糕上面的数字 而是看脑袋里面的东西 所谓年轻被人家称到 是因为热情 开放 敢冲 有新想法 结果你看 光是一个音乐性的艺文表演 大家在自由创作的舞台 他就率先说出来说 内容要被审查 这怎么会是一个年轻的状态呢 所以我想 其脉从自责 一直到有想法 希望能够把高雄迎回来 为家乡再做事情 而有这种哽咽的状况 其实我们在台北看 其实真的都 坦白讲也很有感触 都会快要陪着 这样一起激动起来 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说 他这次真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再为自己的高雄做事 把刚刚的这一切的愿景实现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部分 巧慧真的把其脉当哥哥 因为我看你眼光都泛红了 真的是讲到蛮感动的 但是因为刚巧慧 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说 他有亚洲新湾区等等这些愿景 其实因为之前韩国瑜一直在讲说 我陆瓶灯亮水公清做得不错 但是你知道城市愿景 跟这一些基本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那个高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看看说 一个要选市长的人 他的态度高度是怎么样 李梅珍他对大港开唱的态度 本来他不支持 他还骂说很下流怎么样 然后陈其脉说要恢复副唱之后 他又说我也支持 但是显然可能后来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压力 他又说我们要有一个把关的机制 那我们来看看是 这个李梅珍一直被跟韩国瑜黏在一起 其实重点是因为 他们讲的话 反反复复常常都会高弯十八弯 我们一起来看 未来的话 有这种流行音乐或艺文活动 我会全力的支持 但是内容绝对会谨慎的把关 是因为内容是非常有问题的话 我就不会支持 大港开唱 你他过去的机会来说 他算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民众都有在看 那个内容可能 可能我不是不能接受 市长可以审查 文化团体表演的内容吗 那这个做法让我们觉得说 李议员其实对大港开唱 他的一些想法还是停留在过去 那种韩市长的这种 对大港开唱的一些看法 其实看不了差异有多少 我是很压抑说 市长要对文化表演团体的内容 表示意见 我想这个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李明珍讲大港开唱 你看到他的态度 一直都是反复的 那其实回推之前的市长韩国瑜 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我们整理出来的 在2018年的10月的时候 韩国瑜不是一直讲说 政治零分经济100分 所以高雄这些政治抗议 意识形态通通out 通通不准 他说要零分 但是做了什么事情 国瑜机器在打压 人家这个煎饼店 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的情况 而且三不过 有人给他查水表 还包括古山的这个食堂 他也是三不过 就有人来捣乱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李梅珍的部分 他自己讲大港开唱很粗俗很下流 贬低益素 当时他就说不要 而且也的确造成大港开唱 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唱不了了 那我请教瑞德哥的是 后来的李梅珍又打脸了 之前的李梅珍 2020年的7月8号 他说过去这个内容 我不能接受 那我们这个绝对会谨慎的把关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那我就不会支持 前一天说支持 隔天又说不支持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到是 陈其脉针对他这样讲 他真的是也吓一跳 匪夷所思啊 现在是什么时代啦 为什么这样一个艺术表演 居然还要思想审查 来 瑞德哥 我跟陈其脉啊 那么交情没有那么深厚 但是呢 我只要遇到陈其脉 深厚都是要从30年起 我跟陈其脉只要一见面 两个人就是拥抱 因为 我们两个是兄弟 那么看了一路 看了陈其脉呢 那么得意 一路也看了陈其脉 失意 当然就在于 大家都认为说 高雄市长哪里当中人赶紧的 有年了的 有年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的 一种是我们的 就没想到呢 这么大义失心 都竟然高雄市长落算 那么看他一年多以来的 这个不断的奋斗啊 那么 比起李梅珍 一直攻击这个陈其脉以来啊 看到陈其脉一路的 这个奋战 跟他的做事啊 今年小年夜时 过年小年夜 各位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我们现在可以四个去买口罩 我们之前为了买口罩呢 大家大排成龙 每个人想尽办法去买口罩 但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是 事实上台湾还可以自己做口罩 还可以有这么多台的口罩制造机啊 都跟陈其脉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因为就从小年夜开始 陈其脉跟现在的行政员 副院长沈容金两个人啊 想尽办法开始动员 你们在过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派人全部由日本 买到德国 全部都买 我们其实有92台的口罩生产机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生产这么多的口罩啊 这就是陈其脉对你的贡献 我现在没说 你也不知道陈其脉对口罩 有这么大的一个贡献 口罩国家队都归功于 这个沈容金 然后呢 防疫都归功于陈时中 这就是陈其脉的个性啊 那么刚刚说到陈其脉的那一段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啊 他会特别讲如果阿公的他要拿这个所谓的香港人的资料啦 还是要政治性的主张 他如果是做高雄指定他会把它全部碎掉 他在讲的是一个态度 各位 我当然非常清楚啊 去年9月在台北市 八成以上的人都是香港人 有在台北市进行下雨天的过程当中 我全身都沾掉了 那么有一场游行 我用我自己本身把它全程录影 然后把它记载 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完全不会po在网络上 为什么 因为我po在网络上 岂不上中国共产党跟这个现代的香港勤快 林郑月娥就可以去抓这些香港人吗 所以同样的心情 也就是跟陈其脉一模一样的感受 那么至于这个李明珍说 他我们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他管的 请问你的一中个表 中国承认吗 他承认你中华民国吗 他的港版国安法在里面跟你讲哦 台湾的政治性组织 政治性团体哦 他要贴就要贴 你要不要给他 要给你破啦 各位 你如果给的不完整 破两年 我问你如果他新闻来了怎么办呢 你要怎么对付他 你当然可以不要理他 但是林静动不要理他 但是国民党敢不理他吗 国民党就真的那么大 那么那么 勇敢的说 你们家的事情啦 我中华民国跟你没关系啦 你们真的有那么大的勇气吗 到现在江启臣主席的贺电 习近平都没法来 听说江市中间会的贺电倒是来了 那么除此之外啊 非常高兴看到这个陈其脉呢 实现了我曾经在他开始宣誓要选高雄市长的时候的给他的十大建设 十大要点 希望他要做高雄市长要达到的第一件事情 大港开上马上恢复 第二件事情 我也希望看到陈其脉能够做到 很简单的一件事 詹亚文要出现在今年高雄市跨年演唱会 还詹亚文一个公道 这一位台湾的颇手 为了多少台湾人呢 就因为受到这个不必要的政治性的破坏 我们高雄市高雄人要贺电一个公道 所以在跨年演唱会要还他 我第三个跟他讲的政界很简单 就是我要看到高雄市 那么漂亮那么惊人那么惊艳的 灯会要从现在高雄 不是华会 不是让人家笑的华会 是灯会 那么漂亮那么美 海港 放眼光也好 包括這個燈火也好 我要重新看到 這些都應該是包括陳其邁能夠做到的 那麼陳其邁後面一大堆 包括這個給我頭的科學園區 很簡單 他要做什麼事情 往上白話有人說話鄉親聽 很簡單 過去一年半 包括台北人都在搶高雄人 高雄人都要外貫去搶 發大財 發大財 大家都在搶人 陳其邁來做市長 很簡單 就讓高雄人可以非常驚悟 開心的笑 這樣就好了 不是什麼發大財 就趕快去一年半 高雄瘡胖 高雄蕭條 那種全部改變 這樣就好了 讓高雄人跟全台灣 很多所要的一樣 我們台灣經過前三個月的疫情 那麼 有人跟我說 國民黨有一些文春會副主委說 因為疫情所以大家都這樣 奇怪 他的意思都解釋說 為什麼韓國瑜會被人家罷免 那我請問你啊 為什麼另外14個國民黨執障的 這個算是關市長 不想罷免 只罷免你這個韓國瑜罵 你沒聲沒講一次話 就是欺商權 就把自己堆下去 為世大運要辦 為亞運要辦 你能去Google一下 你就不會去Google 你的幕僚是在做什麼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說連池潭什麼 幾十年都沒變 你做十年連池潭 做贏的這個算是議員 你讓房子在假扁而已 連池潭假扁 如果連池潭都沒改變 第一個要打屁股的就是議員 就是你 然後呢 一年半韓國瑜在做什麼 連池潭有全台灣唯一的一個滑水場 我去那看就 特別在那看這個少年那些滑水 所以 他在說什麼事情的時候 都去撐著自己 他去說 這個有關於大港開場 如果要開始的話 他要審查對不對 各位 七十年前 有一條歌 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 把你那位政革不准唱的 什麼歌 燒肉掌 只是說出一個燒肉掌 說出一個少年人的心聲 說不行 燒肉掌的意思 中國國民黨執政不利 讓你們找頭人都找不到 只要去賣肉掌 你知道嗎 那是七十年前的事情 現在還有人說 大港開場的內容 要審查 要嚴審 這個腦袋 一個四十一歲的人 腦袋裝的是七八十年前 以前的東西 所以 很簡單 那麼 國雄市民自己去決定 你們需要什麼樣的市長 不過 過去 那些什麼說得很好聽 那些什麼政治靈魂 經濟一百分 事實證明 都是假 都是騙局 所以高雄人 靠九十四萬人 來唾棄韓國瑜 所以 難道高雄人 還要那種人 那種的行情 那種做法的人 重回來高雄市嗎 我相信高雄人 不是這種戀頭 好 瑞德哥點出非常多的問題 那其實我請教蘇雷委員一下 我要問的是說 其實你要知道你要選市長 會有很多考題 因為時事提問 記者要問的問題 五花八門 很多問題 那比方說 連池潭那個問題 他拋出來 但是他就是扣分了 真的是太強了自己 還有講到說 這個港版國安法 為什麼那個態度拿不出來 一直在回應說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應該不會收到這種公文 不能夠拿出一點尬詞出來嗎 我想那個李明生 應該他出來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陳其邁他準備了多久 他準備了多久 你用陳其邁來跟 你是說功力不夠真好是嗎 不是 就是說 就是本來的點就落差很大了 他準備的時間比較短嘛 那我自己說 對大港開唱這個是這樣 見仁見智 有人覺得大港開唱 很富和 年輕啊 他要怎麼表演啊 文化界嘛 我們尊重文化人嘛 尊重藝術的表演 他要怎麼表演 可是也有很多人認為說 他表演的是不是有一些動作 或他有一些情形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嘛 對不對 小孩本來就是這樣啊 有人愛吃丁 有人愛吃鹹 愛吃酸 愛吃那個嘛 各自表述嘛 那李明生他認為說 那個我可以支持他啊 支持他來唱啊 可是我要審核 那你當然李明生這樣講出來 對他是加分 對他在扣分 自然有看不慣 看不慣那個大港開唱了很多的一些表演動作或表演 那當然會去支持李明生嘛 那喜歡的人去支持大港嘛 每個人他可以表述他自己 不見說李明生講出來都是錯的 李明生講出來都是扣分的 好他竟然敢講他要對他的花園去負責任嘛 他就要去負他花園的花園一個責任嘛 對有人有很喜歡他嘛 就代表說上次國民黨 他佔領那個立法院 他為了要反對陳吉爾說出去 我必須要讓你記憶再回來一下 因為李明生在陳其邁說要副唱大港開唱 他第一時間說 他也支持 那如果說你已經想好說 你覺得這個有一些紅線啊怎麼樣 你不能接受的話 他第一時間顯然沒有想清楚 那你如果要跟這一題的話 你是不是要有比較完整的 那個腦袋思緒要比較完整 就是就是說 我剛剛有講 我剛剛有講就是說 因為他也許準備的時間 他沒有很充裕嘛 那突然記者問他 他還沒有準備好 他根本沒準備 他的內心深處裡面 他內心深處裡面是支持嘛 他內心深處支持 但是後來有人跟他講之後說要思想什麼 這樣就變了 因為第一時間 他也沒有反對嘛 他第一時間講說我支持 他支持 他有支持喔 可是他說 那節目裡面 那個內容他要審核 這個有什麼 可是委員 不是 審核內容比不支持更嚴重 而且他是致負盈虧 你看你看看他 他的影響 不是 他致負盈虧 可是他有申請補助啊 他也有申請 但是主要還是致負盈虧 因為補助沒有辦法卡不住 因為他有申請補助嘛 你就看嘛 我們就要看嘛 就說這兩個候選人 一個是毫無任何的條件 他就是支持 那一個是說我支持 但只要審查內容 那就交給高雄市民去檢責嘛 對不對 你認為說哪一個是對的嘛 哪一個是對 哪一個是錯嘛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啦 反正現在裡面真的 提出什麼東西出來的話 大家大家都會有 都把他批評的很那個 就跟以前韓國瑜 就是被酸起流的一種檢視嘛 他剛好又發現他真的不對 我等一下要講一下 沒有 可是我要講嘛 韓國瑜他剛到高雄的時候 他當高雄的時候 他有很多東西 他也是回答不出來 而且他還不熟悉嘛 那可是有一點 那為什麼那時候高雄人 會去支持韓國瑜 為什麼不去支持你曾吉邁 所以委員 因為你也點出一個重點 高雄人已經認知說 我好像騙過一刀啊 這次不會再被騙啊 但是我們休息一下 那陳其邁他所提出 真的都對了嗎 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讓你回應 因為我們看這件事情是 為什麼東朱鮮 對李梅貞這麼沒信心 他也不敢喊 他只有講說 議長保不住 我就沒臉當黨主席 那市長保不住要不要 也一併辭 這個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再繼續討論 除了高雄有市長的補選 還有議長的補選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傳出說 他先前在已故的議長 許坤源臨堂前面 他曾經這樣說 如果不能夠守住議長寶座 我就沒有這一個臉皮 再當國民黨的黨主席了 今天他是到高雄 來幫李梅貞來輔選 他說 我這個位子不算什麼 我們要展現的是 國民黨團結的決心 晃哥你是不是講過說 沒有什麼所以要喊什麼 所以現在應該是沒有團結 才要喊團結 我們起來看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手拿於球拍 和高雄市長補選參選 李梅貞打球 一起動起來 現在高雄市長 議長都要重選 傳出江啟成 曾經在已故議長 許坤源的臨堂前 表示如果議長位子沒守住 就要辭職 我的位子這不算什麼 現在的國民黨 對我們而言 團結比勝負來得更加的重要 國民黨在議會席次占多 多數如果議長保座還守不住 主席確實臉上無光 那我相信主席這次破釜沈州 就是為了讓國民黨表現出團結 我太多了 國民黨的整個體制都僵化 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看起來國民黨內部似乎有一點狀況 不過這個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議長選舉 國民黨黨內一件分歧 市長選舉也還在努力 李梅貞每天在臉書上PO行程 這張圖卡被抓包 怎麼寫的是市長公開行程 大家都開玩笑就會說市長市長 這樣可能他就比悟 小編有時候比悟這樣子 看看李梅貞的每天行程 只有8號這一天出現了市長兩個字 雖然解釋是小編比悟 但是前幾天他在議會質詢才豪氣的說 8月15號之後不是民進黨做市長 是我李梅貞當市長 李梅貞的民調不高 但是信心滿滿市長行程是不是比悟 選民心中自有答案 307位同學何聖鳳高雄報導 李梅貞講說8月15號是我當市長 不是民進黨當市長 但是江啟成不敢為他的話來保證 李梅貞說話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只保證說議長如果保不住的話 我就沒有臉當黨主席 這個是江啟成所說的 那為什麼不能夠照樣照據 李梅貞沒有選上市長的話 我就沒臉當黨主席 是不是事實挑軟的事 因為不想要黨主席補選 因為最近補選太多 有市長補選 議長補選 如果江啟成也壓下李梅貞的話 那連黨主席都要補選了 我在江啟成立場 我也不敢壓李梅貞 李梅貞全身都是落點 講白了 他的全身都是落點 你看兩天前李乾隆受訪的時候 脫口而出說 如果議長沒有保住 我跟江啟成一起辭職 那時候我們還說李乾隆完蛋 李乾隆被開除了 李乾隆怎樣 結果今天江啟成就說了 沒有 我在議長臨堂面前我也發誓過 如果議長沒有保住的話 我也會辭職 表示這兩個人是串好的 他們口徑一致 口徑一致什麼 他們只保議長不保市長 就那麼簡單 而且你再配合昨天週刊的獨家 馬上週刊獨家就有人放話了 說這個李梅貞跟江啟成沒有關係 跟高雄市黨部主委莊啟望也沒有關係 是韓國瑜推薦的 那韓國瑜嚇死了 你甩鍋甩到我身上 韓國瑜昨天馬上寫臉書 李梅貞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李梅貞現在變燙手三玉 沒有人想要認的 到底是誰 總有個人 要嘛就江啟成推 要嘛就韓國瑜推 兩個人都沒有推 為什麼 因為李梅貞現在選情的贏面很低 贏面很低以後 大家過來會回頭算帳 如果是江啟成推的話會算什麼帳 你市長選輸了 然後市長又被罷免 你任內 兩個掉 給任內掉兩次市長 那你要不要下台 那如果是韓國瑜推的話會跟韓國瑜算帳 算什麼帳 你不是阿姆牛高雄有130萬 韓粉很多 怎麼李梅貞選人家 所以現在兩個人沒有辦法 都不敢接李梅貞這個鍋 所以大家在甩鍋嘛 好了 那這件事情回到陳其邁 陳其邁我認為 陳其邁現在給人家看到 他其實有點是陳其邁2.0的感覺 包含昨天的落淚 其實過去陳其邁不太可能落淚的 他昨天會落淚 其實我一定程度可以聯想到 是因為他2018年失敗過 就是所有的真人物 過去我們對於真人物的形塑都是 他要完美 偶像神格化 不可以失言 可是問題是 其實整個氛圍在改變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慢慢知道 一個真人物的失敗 他會讓真人物成長 一個真人物偶爾有缺點 會讓他看起來更像人 不會像神一樣高高在上 我一直要舉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都看過那種007的電影 就是丹尼 007就是詹姆斯庞德 最新的那個007叫做丹尼爾克雷格 在2006年被決定的時候 所有人都說 這個第一個長太矮 第二個長得不夠帥 可是那時候片商說 錯了 觀眾的喜好不一樣 過去所有007 報案皮爾斯布洛斯男等等 都是又高又帥 然後打鬥的過程中 完全不會流血 然後西裝要打完 西裝還是完全都沒有揍 可是問題是 他說這種神格化的特徵 已經遠離了 果然丹尼爾克雷格 當007之後 他還打鬥過程中會受傷 被打得很慘 然後流血 然後會失敗 也會憤怒 也會難過 可是問題是他是現在最長壽的007 而且是票房最好的007 所以我認為陳其邁的進化 是來自於他有些弱點被我們看到 他有些缺點被大家發現 可是問題來了 你真人物可以有弱點 你可以有缺點 但你不可以全身都是弱點 你也不可以全身都是缺點 現在李梅這問題就這樣 就是當然了 你真人物不可能 明明很多事情 國民黨常常被笑說 你錯就錯 趕快認 不要硬 可是你不能每一件事都錯 這樣的話 你就變成全身都是弱點 李梅這個問題 就是他現在全身都是弱點 譬如說 大港開場 前後態度不移 一開始說支持 後面說內容把關 亞運被人家抓包了 亞運生半時間早就過 連遲談 批評連遲談 30年沒變 你就在這邊當議員 當了三屆 沒變 你也要算你的 所以整件事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李梅真各式各樣的粗暴 再加上剛剛香港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是現在最熱的議題 每一個人被問到香港國安法 都應該說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香港民主自由跟法治獨立 中國大陸來函 我把它撕掉 我根本不看 我已讀不悔 都可以 隨便你要怎麼回 可是李梅真吱吱吾吾 然後最後說 應該不會收到吧 就是你卵成這樣子 難怪國民黨會被貼上 親中的標籤 當你國民黨被貼上 親中的標籤的話 抱歉 這個選舉就超過市政議題 因為國民黨每次輸都不輸在說 假設很多立委輸 不是說他服務不好 不是說他沒有在地方出現 而是這個選舉 已經超過這個地方的議題 而上升到國家認同的議題 當你這個議題上升到 國家認同的議題的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抵抗 這種中美對抗的大浪潮 李梅真連這個問題都沒有辦法回答 這是價值的問題 然後政策的問題 也回答不好 李一辣啦 他說他就是個全身都是弱點的候選人 要是我是江啟臣 我也對他沒信心啊 我江啟臣怎麼敢講說 李梅真沒選上我就下台 我好歹說 一般比賽還有浪分了 你陳其邁先說浪20萬票 我再跟你賭吧 我是江啟臣一定是這樣子啊 賭球不是這樣嗎 我浪分浪幾球啊 那是差賭了 那不是那個 那現在大家要成這樣 高夫球有浪幹的 對啊浪幹浪分 誰去都有浪分的啦 對啊 籃球有浪分啊 那江啟臣 當然不甘肚嘛 所以江啟臣現在這件事情 不只是我們對李梅真沒信心 連江啟臣對李梅真都沒信心啊 其實謝龍介不是也有扮演 競選團隊的一個角色嗎 他顯然對李梅真 因為他講的是比較現實的分析啦 他現實分析 因為民調看出來也是大概這個局勢 6比3比1 6是陳其邁 那3是李梅真 1分又被這個吳亦正給分走了 他的分析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請教東豪各是 剛剛其實正好評論說 全身上下都是弱點 那你知道嗎 你推出這個人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幫他補強 來不及 團隊啊什麼來不及 我直接跟你講來不及 是喔 因為一個 你要選市長不是開玩笑的 你不是丟個阿貓阿狗上去就可以的 當市長你一定要有概念 你不一定每一個主張都會讓人家採納 可是你一定要有想法 你沒真叫沒有想法 沒有準備 不懂 他真叫不懂 我用大港開商 我今天講輕鬆一點 我們講故事好了 韓國瑜那時候取消大港開商 他移植了什麼 墾丁的春娜 墾丁從 那個春娜從墾丁跑到高雄的時候就 就掉下去了 掛了 你知道嗎 辦活動 人氣很重要 當那個人氣很習慣在墾丁的時候 你要挪移到高雄 就水土不服 好 你如果認為我說 我舉這個春娜不公平 那我就用盧秀燕盧市長舉個例子 林佳龍的時候 草物道就草地開唱 你知道草地開唱在台中市 那一個禮拜多重要嗎 動不動 每天都是幾萬人 你知道草物道的那個開唱 有幾個行業會趁那個時間大轉 第一個 草物道 你到台中的你知道 草物道周邊延伸 可以一直到省記青春 裡面的很多巷弄 裡面有很多文創小店 在那種啤酒 當草地開唱的時候 從賣餐飲的啤酒的 周邊住宿的商旅 或者是文創的那種旅館 全部賺那一波 然後因為音樂進來之後 你知道 在一般離開台北的時候 很多商家 一到四的聲音是很難做 只能靠五六 禮拜天也只能做到白天 可是你有一個 像類似這種音樂會進去之後 它是那一個禮拜都滾動 而且還前後加一點 你如果知道這個干預 你知道說它對在地經濟有多大的幫助的話 你沒真就不會去講說內容審核 就你不會先講說 我支持 然後裡面有雜音之後就說我要做內容審查 音樂你是要怎麼內容審查 音樂你要搞什麼內容審查 音樂你就是讓所有的做音樂的這些人 盡量去大鳴大放 越熱鬧越好 大港開唱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做的時候 很白嘛 高雄周邊有沒有生意可以做嘛 會不會有人下來住房子 這個住旅館嘛 你的計程車聲音會不會好一點嘛 它很直接很簡單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要辦活動嘛 辦活動 我才能從外地吸引人進來 我不是只靠本地人 所以 我只能講 從江景成那個講話裡面 告訴你第一件事情 他賭的是一渣 市長甩鍋了 放棄了 第二個就是說 他李梅珍作為國民黨的市長候選人 他什麼都不懂 一個紅頭 一生人站在那裡 這樣而已 就撐完撐到8月15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繼續討論 好 現在韓國瑜還有那樣子的熱度 還有那樣子始終的鐵桿韓粉嗎 好 我們看的是這個挺韓大將 他是前鳥松這邊的里長 他叫做陳清茂 他是這樣說 其實如果說真的 明年的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來講 韓粉的部分 他自己去推估 他說有15萬是新增 而且這一些人的族群很明顯 就是韓粉 他們已經有資格可以投這一局的 國民黨的黨主席了 所以要選董主席 韓國瑜要不要是一件事 然後要選的人 還要看韓國瑜的臉色 真的是這樣嗎 瑞德哥 事實上呢 那麼當然陳清茂身為 所謂挺韓五虎將之一 他的言論我們予以尊重了 只不過我不知道 他這個15萬韓粉到底是怎麼算的 因為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所知道的 那麼在韓國瑜 當選的高雄市長了以後 被選總統之後 又什麼黨主席 總共新增加的韓粉 也不過1萬人 那我不知道他另外14萬人是哪裡來的 是不是把黃沐欣黨部全部給人家算進去 你知道嗎 那我不知道 還是說最近這幾天突然間大量增加了14萬人去加入這個國民黨 這我不曉得了 那麼中國國民黨的這個黨主席的選戰是明年的事情 首先擺在眼前的是兩個關卡必須要度過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要知道江啟臣當了主席以後 敗敗敗一直敗 首先罷免 敗成這個樣子 快94萬票 高雄市 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件罷免案 然後直轄市長第一次被罷免 高達四萬票 第二次敗是什麼敗 攻占立法院的突襲是成功的 結果林維州還說要攻占三天三夜 19個小時不到就被民進黨給KO了 全部都清場 所以呢 你連續兩場敗 現在江啟臣出來講說 議長如果再敗的話 他就要辭主席啊 那你怎麼不講說 如果高雄市長不選敗的話 你也順便辭主席呢 對不對 所以他只敢講議長 那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在這個 等於說高雄市議會占有31席嘛 理論上來講 加上無黨籍的 再加上這個等於說 包括他們親友的 那親他們的 所以呢 過半可能性很高啊 除非裡面有人 現在不是兩個人推出黨團運作嗎 除非他們不來投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來投的話 必須量票嘛 量票很可能還是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嘛 情緒不會錯 但是有可能喔 他們到時候會不會不來不來投 那民進黨才有操作的空間嘛 目前為止八成的機率 還是國民黨當選議長嘛 所以所以他才講說如果沒有黨選的話 我就這個持黨主席嘛 那他怎麼不講說 我有必勝的決心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人在操盤的過程當中先講 我們的這個得票可能是對手的一半 這個我也看不懂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有這種事 人家防線只訂在三十點八八而已 人家都是虛爆戰國 都來虛爆戰國說我們這裡還有一百三十萬人還沒出來 你知道嗎 你們皮電比較暗的對不對 你們百名也還九十四萬人而已 我們現在還有一百三十幾萬人嘛 沒有出來耶 隨便出來一下都打敗陳其邁嘛 你應該是這樣才對嘛 還沒戰 還沒戰 你就自己先這個心丟掉就對了 那至於羅偉雲所說的說 那個因為陳其邁準備很久了 李梅真沒有準備 還沒有準備 所以準備比較慢 天啊 只剩下三十幾天啊 不然你是要準備多久 對不對 這場仗還要讓你準備個幾年嗎 現在是馬上 那你怎麼會退一個沒有準備的人上來呢 好幾個比他更熟的 你要說韓粉關係更好的 跟韓國關係更好的 黃紹婷 黃紹婷還是他們選區第一名 還贏過調查後的尾遺症 整整一萬多票 所以看不到國民黨 這局到底是在併下網 然後現在就是很簡單 三十幾天過了 八月十五號 終於結束了 那麼到底他的結束 他自己結束 高雄市補選的結束 還是整個包括江啟城 中央國民黨結束 不知道 明年韓國瑜還願不願意去選 這個 還有沒有能力去選 一個月而已 現在二十六月 罷免韓國瑜也跟一個月而已 韓國瑜的聲音在哪裡 韓國瑜現在的網路聲量 今天統計出來 從六月六號到現在 韓國瑜的聲量一落千丈 韓粉的支持 韓粉的凝聚 鋼鐵韓粉 在哪裡 灰灰煙滅 再也看不見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再繼續討論 中國現在還有很多問題 中共在端出政治性法案之前 他是不是能夠先解決 平息洪災造成的民怨 還有民間對於這個洪災的恐懼 說關於三峽大壩這個衛星空照圖 為什麼看起來就是歪歪的已經變形了 中國有一個這個策繪師 他是講說 因為Google的影像 他沒有校準這個坐標 所以大壩看起來才會是歪的 另外來看的是港版國安法 他造成的寒塵效益 已經升到了校園裡頭 五秒後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現在有一次的寒塵效益 這兩種寒塵效益 伊克 可以